大家好 我是昆虫老西吴倩杰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只很大很绿的竹节虫 对 这是一只竹节虫 好 那它是绿胶竹节虫 好 那我们可以看 它真的很大 很绿 绿的有一点不科学 好像我们用颜料帮它涂过颜色的 那平常我们看到的竹节虫都细细瘦瘦的 所以皮很忧嫩 那这一只因为真的很大 所以它的皮很坚硬 上面还有一些小刺 摸起来很像龙虾或螃蟹 但是它的肚子很光滑 肚子我觉得比较像四季豆 所以这是一只龙虾跟四季豆的美味组合 好 那平常那种瘦瘦的竹节虫呢 我们可以让它爬在我们脸上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非常轻盈 那如果是这一只 可能就没有办法 对 这一只如果放我脸上的话 我的脸可能会运这样 我们就不要拿脸开玩笑了 真的会破皮喔 好 不过爬在手上是没有问题 对 因为我们的手皮比较厚 那我带他去上课的时候 会跟小朋友说 我们做出钢铁人的姿势 对 用力张开你的五只手指 那让绿胶竹节虫觉得 这是一棵不错很稳固的树 然后它跟你Hi-Fi之后呢 就会爬上来了 对 那我们就再继续Hi-Fi 那再继续Hi-Fi 它就会一直往上接 对 它的惯性就会往上走 好 那因为绿胶竹节虫很大 我很喜欢用它来介绍一些竹节虫的特征 会特别明显 对 其实很多竹节虫的眼睛 长得有一点好笑 好 那是怎样好笑呢 因为它们的眼睛是圆圆两颗在头两边 那正中间都会有一颗很小的眼珠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着它 你会觉得它有一种 惊呆的感觉 对 就是一种 惊呆的感觉 对 看着它就会忍不住笑出来这样 很想问它说你怎么了 对 但人家天生就长这样 它没有怎么了 好 那 这只 我手上这一只 是母的 对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身材也是很营养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夜修一样 因为女生要负责产卵嘛 那弓的也是瘦小很多 弓的也会飞来找它交配 那因为它完全飞不动 所以它的翅膀就退化了 那退化成一个 像小蝴蝶结的东西在背上 好 那我们刚刚一边在介绍的时候 它屁股喷了几坑东西 对 可能是软 也可能是便便 但是不管是软或是便便 都不用惊慌 因为竹节虫的便便 香香的喔 不是不臭而已 是香香的喔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便便 那这是它的便便 长得很像便便 但是我们用力把它搓一下 揉碎 会发现里面很像中药的药草 好 那我们来闻闻看 真的有一股芭蜡的清香 因为我们这些竹节虫都给它吃芭蜡叶 所以它的便便呢 听说有人拿竹节虫的便便去泡茶 应该可以泡成一杯不错的芭蜡茶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卵 它的卵呢 是灰色椭圆形的 那卵壳也很坚硬 好 我现在把它放到卫生纸里面 然后用力捏 要用力捏才捏得破 那我把它靠近 麦克风我们来听 有没有听到清脆的啪一声 所以小小的卵也是有坚硬的卵壳 而且更神奇的是我们打开来看 里面还有漂亮的蛋黄 你有看过昆虫的蛋黄吗 颜色非常的鲜艳 很像我们高级土鸡蛋的蛋黄的颜色 那因为它们每天都会生很多颗卵 那很多卵其实也是孵不出来 所以捏破一颗就是不要帮它伤心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竹节虫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们可以孤雌生纸 就一只女生也可以自己生 所以这一只竹节虫 你不给它老公 它也可以自己生 但生出来就都是女生 因为基因会跟妈妈的一样 但这些女生又可以去生很多女生 所以它们自己不需要男生就可以发展得很好 好 但是你如果给它男生的话 它会跟男生交配 那交配就会生出男生跟女生 所以在竹节虫的世界里 女生常常比男生多很多 因为它们不用男生 就都可以自己发展了 就也不会有什么神队友 或猪队友的问题 好 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只 很大 很绿 很惊讶 便便香香 不用老公就可以自己生的绿胶竹节虫 那如果大家喜欢昆虫老西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那也欢迎订阅昆虫老西的YouTube频道 之后还会有更多奥妙惊奇 你没有听过真的很厉害的生态影片喔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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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